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坟间启石 从前齐国有个人 他与一个大老婆和一个小老婆共同生活在一起 每次外出 他必定吃饱了酒肉后才回家 大老婆问和他一起吃喝的都是些什么人 他回答说 都是一些有钱有势的人 大老婆告诉小老婆说 我们男人外出 总是吃得饱饱的回来 问他同哪些人一起吃喝 他说全是有钱有势的人 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看见过 有地位有声望的人到我们家来呀 我要悄悄地跟着他 看他到底去些什么地方 第二天一大早起来 他便跟在男人的后面 结果走遍全城 也没有见到一个与他丈夫站着说话的人 最后只见他丈夫走到东边城外的坟地里 到寂寞的人面前 讨一些残酒剩菜吃 如果不够 便又到另一处乞讨 原来这就是他吃饱喝足的诀窍呀 大老婆回到家里 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了小老婆 小老婆气愤地说 丈夫是我们要依靠过一辈子的人 他现在竟是这个样子 两人在院子里一边骂一边哭 而丈夫却不知道这些情况 他仍然像往常一样 洋洋得意地从外面回来 在妻妾面前摆出一副骄傲的样子 这则故事淋漓尽致地刻画了那些婚夜乞讨 而白昼娇人的利路之图 ै项 1 空 6 6 7 7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